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日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星期的上纜 上纜維持一個星期和大家見面 今天有兩位主持 包括小弟Anthony 和好拍檔Barry 我和Barry有多久沒有試過一集做什麼 好像沒有很少兩個在一起 我想也有兩個月 可能也有 最近最近好嗎 我們優季一定沒有那麼多話說 現在去到8月9月 特別9月和10月 接下來那個月 相信NBA都是比較安靜 沒有特別說什麼大新聞 如果你說這個星期大新聞 我想是樂視買了NBA在香港的播影盤 我之前也問過大家 究竟我們香港的球迷收看NBA的習慣 究竟是怎樣 我想我自己和其他 我記得和球迷分享過 我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喜歡那兩隊球 我只是看那兩隊球的 可能是全場比賽 我知道有很多球迷 就是NBA迷 香港 他看完每一天 可能有8場球 看完全部highlight 如是者他每一天都是這樣 我想這個是幾普遍 一個香港NBA迷的收睇方法 我自己也很少會看highlight 反而我自己覺得highlight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特別研究的價值 如果你以一個娛樂觀賞的角度 當然highlight是好看的 投投入球 但是你說要仔細地看一場球 我通常就會電視台播什麼 我就看哪一場球 對 譬如過往 我都不忘記了幾多年 即是Low 我看落志現在出的計劃 落志和NBA簽5年 球迷可以用一個幾百元 不記得了 因為我個人來說興趣不大 亦沒有叫大家安裝或不安裝 大家可以上去找一些資料 大家再有自己的決定 總之他們寫著 每天常規賽來算 每天最多播兩場 其實圍番和Low 我記得差不多 Low那時是逢星期二沒有的 我記得 其餘時間每天都有一至兩場 其實我覺得 就算每一天看完你一場 一場完整的籃球賽事 都幾多 有時都追不到 所以其實一天兩場 你說是不是真的 我這麼有時間去消化呢 就算給你看 你亦是否有時間 這也是問題 不過就是重溫 重溫有好處 就是可以飛走一些 對 飛廣告 試一下暫停 你說評述員那些 都好像是員班都過了 大家如果覺得OK 可以試一下去追蹤 我們今天就開一個題目 我們不一向都比較宏觀 究竟說一下 2015年的Draft 未來的Draft 未來會否成為一個選壽大連 肯定我們這個 譬如我和Berry都有一個立場 你現在是不會知道他是不是選壽大連 因為他第一年 因為他第一年 事實上是 老實說 雖然現在我們說幾屆的選壽大連 即是84、MJ、史托頓、奧拉祖雲 San Bowie San Bowie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籃球史上最大的錯誤 例如8、4、96 96是 高比、雷亞倫、拿樹 Iverson 96年選壽大連的程度 為何他這麼確實是一個選壽大連 連落選的球員都可以四次All-Star 就是Ben Wallace 這是一個全面性 近一點 但其實你看96年那一屆 連高比、Tim Duncan好像也是 也是 都已經剛剛那一年都退下來了 我們想說的就是 你起碼已經是去到那一屆 那一脫的球員去到黃昏的年齡 是時候可以開始總結一下他們的生涯 這樣才能評價到他們一整個年份 究竟能否是一個選壽大連 例如03年 03年起碼現在James、D Ray、寶薯那班 都起碼拿過數次的總冠軍 安東來這些都不打國際賽 已經是大家知道 會有一個定論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你這麼快下定論 說2015年已經是一個選壽大連 我們都覺得是早了一點 是的一定 我覺得是遲少了10年 如果你以一個大連來講 因為你不是每一個球員的個人成就 整屆選壽究竟在歷史中的價值有多少 我自己覺得 就算是近這幾年的選壽 都是太早 因為他們現在 有些是會讓你看到有潛質的 但是 都還未證明到自己 另外 例如我們數過849603 三個已經是公認了的選壽大連 其實有一個年份 就是2009年 很多球迷或評論都偏向 反而這個激烈辯論 即是這個年份 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多球星 老實說 2009年狀元就是格里芬 同一隻總是綁眼籤 對 第二那些總是流野 那時就是灰熊選了長人中鋒的太鼻 但是後來我記得是為效力雷霆 一段短時間 但都及後到慢慢被淘汰那一隻 還有是Jim Chardon 還有那時第一季打到曉飛 在帝王的伊雲斯 盧比奧 還有MVP 兼已經獲得總冠軍的咖哩仔 迪羅山 Jordan Hill 還有那時76人的控衛 Holiday Jeff T Ti Lawson 等等這幾個 Dimal Carroll 泰吉遜 這些二線中至二線頭的球員 但在聯盟仍然會有他們位置 究竟這群 叫做 拿過總冠軍的 拿過MVP的 有咖哩仔 打過final 叫出席過final 只有Jim Chardon 還有咖哩仔 All-Star會有 格里芬 Harden 咖哩仔 迪羅山 Jeff T 但是 究竟未來 我想過多五六年左右 就可以知道 或者再概觀定論 究竟這一年 是不是一個選手大連 我自己覺得 就這樣看 以現在他們在球隊的表現 除了 詩咧芬居利之外 其實其他都不算特別標請 就算你說到最接近的 哈斌和格里芬都好 即是你周不時都會聽到有球隊 說想吹走他的消息 即是特別革分去上季 即是有些情緒問題 搞到自己沒得出賽 這樣的時候 即是如果你是一個MVP級的球員 我相信是連這些 即是你可能說 球隊其實根本就沒有想過放棄他的 但是連這一小小的雜音都不應該會出現了 他都是一個我們說是MVP級的球員 所以他們兩個對球隊的重要性是有的 特別是格分和哈斌兩個都是有的 但是是否去到不能取締的位置 即是你看格分 其實如果經常都說 沒有了CP的情況之下 他是不是還可以這麼輕易做到拆利屋 當然他也是那句 他的個人技術一直是有進步的 但是是否去到一個獨當一面的程度 即是如果你看另外一些球員 譬如Tim Duncan 即是他們大家都是打大前鋒 但是他們會不會對球隊的重要性 你很明顯是看到是有分別的 而且在防守那裡 格分一直都不算特別出色的 即是他是有體能 但是你不會覺得他 無論團隊防守個人防守都好 他也不算是最出色的那些 即是他這幾年是苦練一個射球 不能是出手時間和壓手腕 那一方面在全面性加強了一點 但是你說在聯盟 正如Barry用四個字 就是獨當一面 這個層面 如果你看回格里芬 我個人覺得仍然有少少距離 其實James Harden 其實James Harden 比較接觸少少 獨當一面這個詞 至少他在MVP的投票 試他拿第二名 都會有人投 上屆不算 在前一屆 起碼他會有些第一票 第一票拿到的 所以戴哈登的問題 他得分手段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他對球隊的貢獻 即緊張關頭 他都是擔得起對球 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防守 他可不可以戴起隊友 即是他那種戴起隊友 不單是在場內交表現 但是他可不可以有一個領袖風範 帶起一對球的靈魂 還有哈登的失敗 又太有畫面了 譬如勇士對碰 西昂決賽又絕殺 交球給他又脫掉 又試過一場季後賽 重要的比賽又過十個 還有時間證明 2009年現在都可能六年生 七年生 剛才我們用一個十年做時間 所以2009年這麼激烈討論 但我們心目中仍然未有答案 但如果你說暫時 我們的觀感上未必會做到 回歸正題 我們今天的討論是 2015年出了很多一大批 真的一大批非常有潛力的球員 而且他們過十個球員 已經在他們的球隊打正宣 而且出場時間是非常穩定的 非常穩定 我們先講講Cat 這個唐詩 其實他很奇怪 拿了一個技巧挑戰賽冠軍 贏了控衛組 這個球員是這個時代底下的一個產物 射程有分遠 運球能力強 運動能力的天賦 足夠在AB位置做探步 再跨兩步上籃入樽 這個球的全面性很強 老實說 我覺得他很接近這年代全球的水準 只是欠一些票數 或者哪些位置有人受傷 他可能有幾分鐘 好像那時AD 有機會頂了全球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他的技巧 都很符合現在的球風 全能 最重要就是中鋒也要有一定的射程 有一定的拍球能力 他都可以甚至乎自己組織快攻 但是他自己 在木狼隊 好像就 因為他上屆有一個狀元 即是 維堅斯 相對好像 球隊就不單以他為一個重心 就變成他 是有實力的 但是如果 他整隊 木狼隊都有很多有實力的球員 他都不能夠 暫時未能夠搶到一個 叫做一哥位來做 所以就變成 我自己覺得對他的發展 是有一定程度的阻礙 即是 現在球隊好像是想 發展幾個人 看看誰最後做到大佬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間 他們的競爭是否良性 即是在隊內自己的競爭 是否可以令到他們有成長 我自己就 希望教練 即是他今年換了鐵寶道教練之後 會不會在團隊那裏再大得好些 即是如果我們以 他有兩個連續兩屆的狀元來看的話 木狼隊去年的成績一定是不合格的 即是他連挑戰季後賽的水平都未去到 其實是否對球對育成 即是那裏又是有些障礙 唐詩個人的質素來說 不過不論軟件和硬件 我覺得都頗高 其實是看後續的發展 或者暫時看他又不是屬於傷患 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這一屆 最直接的比較是奧卡科 其實在他們大學年代 或者選壽會之前 其實這兩個內線球員 已經有不少的比較 第一個比較就是 其實奧卡科打籃球的連枝 比堂詩三年長 奧卡科已經是一個 挺成型的內線中鋒 傳統一點 是一個 如果論腳步低位那些能力 他就可能高堂詩 輕輕高一點點 但堂詩的全面性 就會比奧卡科強一點 奧卡科現在感覺上 跟堂詩的比較 就是發展空間 相對的可能小一點 對 對上兩屆 三屆 已經選了很多內線球員 就是 諾詩爾 雖然有一個經常都沒有出場 但是他今季說得很刺塵塵 雖然季季都是這樣 說到100% 但是他們三個三塔的出場時間 如何分配 其實他們三個的作用 都是很傳統的中鋒 亦都是偏向多些少 是防守型的時候 他們如何分配時間 我真的有一個疑問 所以一直都有傳 奧卡科會否離隊 因為他其實都有些情緒問題 在場內 場外都是有些風波搞出來 所以令到球隊未必那麼想要他 但我自己覺得他潛力有很多 跟堂詩爾 其實是差不多級數的球員 只是一個進攻層面豐富 一個防守層面多些 他那個賭武我覺得是Marcus Camby 一個防守型 又是長人 但是進攻 勉強在南打的完成能力都可以 又是一個高順位的中鋒 看看未來可否去到 金比都叫做一代中鋒 84年期都要數他 另一個就是 因為迪安做到羅素 老實說是Berry 我覺得你不要理會他胡人 是否選擇綁硬都會出事 但是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沒有了高比之後 有機會才對他是一個真正的考驗 那個未必可以在第一年 立即有太多的評價 所以我暫時都留一手牌 對於Russell 因為太多了 我們可以數到普辛基斯 第四巡位 被譽為Phil Jackson 幾個全旅打 他的樣板一定是盧維斯基 但是這個球員 上屆給人的感覺有少少有頭威 但尾陣 高開低走 未保持得很好 可能是一個新鮮感的問題 因為美國國籍以外的球員來到 還要是紐約大城市 一開出來頭兩個月已經征服了 差不多紐約所有的球員 他射三分能力 他的步幅那麼寬 亦都守場 保津的時間很漂亮 這幾個進攻上他都有一定的優勢 不過唯獨是在防守前一 雖然他防守風波 都有不少進入了highlight 但是他的噸位 力量 我覺得單防來算 還有不少提升空間 是的 他的優點是很明顯的 亦都很容易被傳媒放大 因為他那些是保津 保津和風波都是漂亮的 但是他的缺點 同樣亦都很明顯 所以可否在團隊那裏 遮蓋到少許他的弱點 這對他的成長會很大幫助 你看回盧繪斯基的成長 他當年在小牛隊 其實最初都被人說他防守不行 或者球風很軟弱 就算他到後期 都是有這樣的聲音 所以他可否 Fill Jackson看看有沒有團隊 可以幫到他 今年會好一點 多了球員幫他 就是盧瓦那些 但是他自己一定要再進步 無論在敦位 在技術那裏 都是要更加進步 發展那裏就會沒有了 你剛才說 唐詩那個 甚至乎奧卡科 所謂一山不能藏二虎 那個 因為其實由上季開始 譬如第一節 第二節 當安東尼需要休息 那個時間 紐約人已經找他 做一個 差不多領域的隊伍 一個主將 形式去打 所以給他的發揮空間 有機會比唐詩和奧卡科 其實這屆 頭四個順位 出了三個這麼強的內線球員 暫時有觀金來算是不錯 如果你說內線球員 其實還有一個屎顛 就是帝王的屎顛 但他可能頭三個太強 或者帝王的成績 注目度也不高 所以暫時史丁 好像相比之下失息了少少 還有他也有少少 踏位的問題 他頂球的有卡申斯 卡申斯也是一個全面球員 除非他有過範或棋範困擾 其實他這個史端的出場機會 也不算很多 而且他也是偏向瘦 防守型中鋒機動性 我相信類似迪安帝佐敦的打法 但他還要被迪安帝佐敦受 並沒有他那麼大隻 所以如果他繼續以防守型打法 必然就要想想怎樣 再加強自己的體重 其實帝王隊近年的選手都是一般般 不是選不到好的球員 只不過是不能夠養得好 你看2009年的E1C 他最強的那屆就是新秀那屆 他拿了那屆新秀NVP之後 就已經沒有太多突出的表現 也挺好肯定是後天的培育 之後你怎樣培養他 那一部分出了問題 另外 反而之前在球探報告上 挺好的欺桑查 說是新JJ Reddick 其實他的出手 和他這樣擺球 我感覺是挺像 是有點像雷迪克 但奧蘭多魔術的發展 因為魔術 不是真的 大家會經常追著這對球 我看他新人賽的時候 希桑尼亞 希桑查的表現 我覺得挺搶眼 真的挺搶眼 其實是挺好的 但反而魔術隊 都是有潛力的球員多 類似無狼的情況 他是需要一個團隊去配合他的射手 他不是自己尋找機會 即是不是私立分居里的自走炮 他是需要團隊配合 即是類似雷亞倫 或者Rexemiller 那一款這樣的射手 他對球員有否一個戰術 設定給他 他夠不夠這個攻擊 去召喚這個戰術 或者他執行的時候 是否執行到 教練有沒有給他足夠的信心 這些都是他面對的問題 以及防守 即是如果你以雷迪克做模板的時候 或者高華做模板的時候 都一定是這個問題 防守他可不可以掩蓋到呢 以及他身高也不算特別好 即是現在球員越來越高 越來越全能的情況之下 體能越來越好的情況之下 他作為一個歐洲球員 他功能性這麼單一的時候 還可不可以生存得到 不過他就彈跳力OK 彈跳力OK 不過身高可能是1號位 普遍1、2號位 數下去我個人參加這屆 繼普辛基斯 看得最多就是Moudier Moudier他有些隱患 我常認為這個球員 他不斷打不到1、2個星期比賽 其實之前已經說明了 在選他之前 其實這個球員 在選秀會前 他是其中一個狀元的大熱 但吞吞吞吞吞 可能傷患 但你看他打下去 技術真的很好 以及全球視野和時機 控衛來計 把新人來計 已經是最最最頂級的一班 唯獨是射球 射球的射程 很擔心他成為一個新浪道 整體發揮 如果能夾到一些很好的內線球員 基本上已經可以成為球隊第一個進攻的套路 我相信Moudier也不錯 因為他有打過職業 入了NBA之前打過CBA 十場左右 所以他是相對成熟的 以Pong Guard來說 他真的成熟很多 比起其他罗素也好 所以他的傳球時間是掌握得好 看看金塊隊有沒有人配合他 我相信他是一個頗無私的球員 所以發展如果有對球能配合到他 我相信也不用球員說其他很出色 只要接球上籃其實都可以 打Pick and Roll 所以我覺得他的未來都值得大家繼續留意 其實這一屆選手有幾多不錯的防守球員 例如差不多要第一個數 那時第十匹已經說熱火是撿到寶的Vinslow 另外其實活塞的Stanley Johnson 也有機會培養成為下一個3D球員 你見他在季後賽 其實你做3D球員除了防守技巧之外 還有一個膽識問題 防守不要說進攻 有時你殺籃或起手需要膽識 防守亦一樣需要膽識 我覺得Stanley Johnson和Winslow 反而Stanley Johnson的空間會更大 因為他進攻能力會強於Winslow 因為Winslow真的有機會進攻 甚至有些球隊比較囂張 當他打燒過 就是守他的時候 但是他就先肯定地位 因為你去到中鋒傷了中鋒的時間 是退他去打中鋒的熱火夠膽 看看之後 老實說新人一定會有優點缺點 雖然他的缺點 可能在這麼多新人之中最明顯 但是做很多防守 首先看看進攻手段可以再多一點 東尼亞倫沒有進攻 我仍然評價他做了一個很好的球員 所以大家會覺得Winslow不行 是因為大家會留意他 其他球員 因為熱火和打 其他有很多新秀 他亦有很多自己的問題 但是你根本不會看他 但是他就是有能力令到你留意他 這個已經是 其實對於一個一連身來說 我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有一件事 是令到大家人記得的 可能那個是優點 亦可能那個是缺點 但至少他都給到他最好的東西 你看 另外就是兩個內線 都是四號位的球員 就是Miles Turner 這個球員都聰明磨磨磨 新人來到算 尤其是你參加第11匹 而且他年輕 都是19歲而已 但是他這些球員 就進攻板 或者有時一兩步自己飛出手機會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另外還有卡明司機 就是黃鋒的內線球員 慢慢在季尾或季後尾 都搶到一個正選的機會 有些得分手段 還有對球也挺配合的 這兩個球員未來 我會不貪心二線投 其實是可以去到的 總結這屆15年的選手 你說未來打到All-Star 老實說有機會推到All-Star車邊 唐詩很大機會 未來都會有四至五屆 我覺得 普辛基斯 奧卡科 和Moudier這三個 我都覺得未來有機會 上到全明星級的球員來計算 所以唯獨是 我們現在總結一下 過往的選手大連 你必然要有三至四位的球員 是挑戰到總冠軍的球員 譬如MJ 奧拉祖雲 甘比 史托頓 史托頓 歷史上的助攻 都流明到的 例如 高比 鄧肯 1996年 以前的Iverson 你不要理他有沒有 一個人都打殺到總決賽 起碼跟總冠軍很近 03年時也有詹姆 寶柱 韋迪 雖然他們在一隊 安董尼亦個人來計算 進攻強得 首屈一指 即是 Iso Lation 到這個年代 高比之後就到他 即是 這麼強的 所以為何2009年 未得 缺少了總冠軍的次數 以及一些單打 或者是 NVP 暫時只有咖哩仔 所以來到 2015年 大家可以再比較留意到 這一屆的球員 就有很多 另一個就是 分佈是很平均的 其實2009年是偏向多控衛 如果2009年我們形容衛 控衛大連 我覺得OK 你想想 包括咖哩仔 Jeff T Ty Lawson 剛才我們沒有數過的 詹靈斯 盧比奧 一群 反而聯盟已經打到正選的控衛 如果你說偏向 選手大連來到 我偏向覺得2009年是一個控衛大連 但是2015年 有這麼好的來線球員 亦有Moudi和Russell 這些這麼有潛力的12號位球員 所以我覺得2015年有機會成為 選手大連的機會是大於2009年 是的 那補回一句Russell 都自己想說一下 上屆其實 對他的發揮空間真是太少 無論是教練 對球員 比他的空間真是少 所以 未來這一年 我不敢說他一定會爆發 只不過未來這一年 我自己覺得 才是 給他一個適當評價的一年 即是他未來這一年 他可以 可以打得差 那你就當他是水貨 但是 如果你單以上一季 他的表現就評價了 為他下一個定論 我覺得真是太早 不過沒辦法 球迷就比較現實一點 當Kobe叫球隊 帶你起手 難免主場的球迷會有聲音 但不要緊 我和Berry都覺得 接下來第二季 二連身才 Russell來算是真的考驗他 我們今集會說一至兩支球隊 前瞻一下 Berry在這裡 當然是把握時機 說說托方者 托方者其實他 夏天的動作 主要是偏向續約為主 特別是 我想問Berry 現在叫做過億的球員 C.J.麥哥林 究竟 如果是你 你會否用這個價 或者覺得他究竟是否用得回 我覺得也值得 也不可以用底來形容 只不過他這個續約 在現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是合理的 相對有些 沒有那麼突出的球員 都可以拿到大約 所以他們上一季 已經證明了 這兩個球員 對於托方者 一定是最重要 李納德和C.J.麥哥林 所以他們兩個 配得球隊 差不多叫做最高薪金的那兩個 所以都是值得簽 說回上季季後賽 我覺得勇士的系列 我輕輕有點失望 如果以托方者的支持者來看 頭四場沒什麼問題 大家打打成2比2 也都已經很好收貨 但去到C.J.麥哥林一復出的時候 你是完全對他沒有負 特別第五場 最後加持的時候 被C.J.麥哥林一復出17分 但我自己覺得 利納德應該是最應該回應的球員 因為在那一刻 她是最有能力 亦都是對球最有球權的球員 但她自己 就沒有表現 在最關鍵的時刻 整場球來看是OK的 很多球都做得很好 但在人家突然爆發的時候 你作為一個領袖 可否頂得住這個壓力 但你看回 她在人家爆發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的出手選擇 都是很一般 都是寫一些堅困 當然C.麥哥林一復出 但你沒有本事入 甚至乎在那些人家 跑上來的時候 反而是C.J.麥哥林 比利納德還不定 為何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對利納德的要求是高一點 因為她是對球的領袖 亦是拿最高人工的 所以她在這些關鍵時刻 去到遊戲六 都是有類似的情況 只是她們爆起來 之後就一直都追不回 所以她這場比賽的失敗 因為你看到兩隊球的差距 不是想像之中那麼遠 當拓芳姐打到她的團隊的時候 其實都能夠配合勇士隊 但到關鍵時刻就失敗了 我覺得利納德是最要檢討那位球員 希望她下一季會因為這些經驗 所以給她有更加多的啟發 其實對球也看到有個問題 除了利納德和C.J.麥哥林之外 是沒有進攻啟動點 所以她已經簽了艾雲端拿 之前在賽爾特人打的 這位球員都是比較全能 類似C.J.麥哥林那樣的打法 但她都有自己一定的手段 我相信都可以幫到雙槍 看看關鍵時刻可否再給她多支援 C.J.麥哥林當然是公認 她是最佳進步的球員 但可能今時不同往日 即是有通脹 我個人覺得 現在簽份四年是1.068萬 即是除非2.500萬以上一年 你想想過往拿2500萬 偏登勤那些 Rey Allen都好像沒有拿過 沒有 是不到的 即是現在那個工資沒有空間再漲了 反而每一對球都不是將它平均分去球員 反而是將它灌下去 灌到一個球員 結果導致 即是我就老實講 很多球迷看球看得給我久 即是你看這個價 2500萬那些 你給我我只能給我Coby James或MJ 即是沒有辦法 即是你不要說藍球 其實我經常留意足球 都沒有辦法 即是現在金錢或經濟學的東西 就適調鐵 我們說回波 今屆夏天來到 我以逐腳為主 還有少許補血 補血就是端拿 以及伊斯利 伊斯利 反而都還可以 他又頂一個 後備中鋒 對 後備中鋒 如果你說勇士1500萬兩年 不簽他 我覺得七八八萬一年 落回伊斯利 我覺得都正正常常 別說特別 另外克里斯 他都拿1000萬一年 但勝在後山 還有李安納 這個中鋒 其實有些方都試一兩下做給他 其實上年 都有點射程 其實上年就多傷一點 所以就沒得做 如果你說內線強 來說他射球的手法 或者罰球名中率 其實是好的那些 托方者 接下來你說 因為上年 大家知道 很多人對他的期望 是不高的 因為五個正選手 只剩一個 還要逐一份肥虐 大虐 但今年又來一個反高潮 變相又逐了 所有的正選 而且全部正選都是潛力 很有潛力 非常年輕 Barry覺得 他們 我覺得目標 不要比上界差 就是我給他們的合格 我想入季後賽就基本 進一級 真的要看對手 很難說 有時順位 特別在西岸的時候 不是說你想爭得高就爭得高 你想擺爛就擺爛 有得你選擇 進不進到級 其實上屆進級 老實說 都是有點運氣 對鄭快艇 兩個主力傷了 所以他進不進到級 很難說 看看配合 如果他去到第二圈 都可以爭辯 我相信其實都已經挺收貨 還有一點都想說一下 就算看今屆補強了的陣容之後 其實你都很明顯看到 外線是強過內線很多 即是他補了 內線補了伊斯利 所以內線 如何撐得住呢 其實他那些球員的 球風都是偏向舊舊的 即是阿敏努 Ed Davis 伊斯利 就算美臣普林利 他現在叫做強化了一點也好 都是偏向體能型 偏向防守型的球員 美臣普林利可否再進一步 強化到一點分球 或者在高位裏做到多些拆認 讓後衛可以打得再輕鬆一點 或者多些剪輯的機會 不要只靠中距離 這裏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點 即是他亦都在上季後賽中 開始叫做球隊 看到他有少許潛力 都開始開發到他這方面的領域 但他可否繼續做好 即是別人見到你有這張刀的時候 就自然會防你 他在加強了防守的壓力的時候 他又可否繼續做到 打起一兩個內線球員 否則外線 你暗式飛都沒有空間 其實都是困難的 Berry剛才提到擺爛 近幾年擺爛的代名詞是76人 76人其實他現在去GM就轉了人 上一手GM的新機很慘 因為他好像球隊有命令他 他真的要氣下氣下 他手下擺爛了好幾季 換來不少高順位的球員來計算 但在有狀元簽之前他又被離職 對於他七十五人的生意 如果總結來說真是很可憐 但不要緊 我們看一對球員 Berry看到很多報道圍繞著 前年新人 尼尼尼尼亞中鋒 安比特 我們這樣叫他 我最近看他的訓練 他在牛角位可以靈活地做 做一些Cross Over 再殺籃 但沒有防守壓力 可能有些陪練員 但他做的動作都是靈巧 以他過七尺球員來計算是靈巧 還有對於拍球的運用是蠻好的 跟Noel和奧卡科來計算 功能上不會撞得很重要 一直以來傳聞 他是一個防守大將 但一直都是傳聞 因為他仍未有一分鐘聯盟的比賽時間 但剛才Berry看了一段新聞 他個人說已經是100%恢復 但100%恢復後下一段新聞 就是不可以打back-to-back的比賽 如果你說連續兩天打球 都有一個限制來計算 我想會好打有閒 老實說好打有閒 但姑且對這個球員有正面的期望 我也不知道應該有什麼期望 我對他 場地經常都出不了 有潛力 一個球員出不了場 一定是對球員不好 不能夠有關注 出不了場地很貴 對 你說你叫我繼續等 就算我不是一個76人的支持者 我都會覺得 你當年選他之前 你沒有跟他做過體檢的事情 你不知道他是這樣 除非你說我等得起這兩年 沒辦法 但你作為一對球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擺爛 我相信76人擺爛 大家熟悉NBA的不是這一兩年的事 自從Iverson離開之後 你都不會覺得他對球員有什麼作為 所以就沒辦法 他對球員要這樣做 說一下Ben Simmons 就是他今屆的新人王 第一位不是新人王 看回他在Summer League的比賽 都挺全面的 人們說他像Magic Johnson 我覺得他全球的眼界都是不錯的 都是組織起對球 亦都對對球 我覺得挺有幫助 因為你看回他的後場陣容 的確都挺試一下 如果你說他中鋒有少少人滿之患 他後場真的弱到不能夠接受 看看能否Dan Simmons 在組織那裡幫到多一點 如果他後衛群那裡 就是盡量做好一個得分 接應得分的角色的時候 我相信都可以的 那個換了托方者上年的 Jerald Henderson過來 那個就叫做打爛打的散售球 都可以的 都有一定得分能力的 只要有人做球給他 我相信他都可以得分 還有Jerry Baylis 但始終都是這些球員 角色球員 靠他賺錢 不是那個水平 但76人我覺得 我經常都 像政治人物說 對年輕人很有期望 我對76人同樣是很有期望 因為 儲了那麼多高癖的球員 今年 好像Simon 仿花是最後一塊拼圖 入了三號位 就是一個那麼全面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久 選手什麼大連 其實很多人說 今屆 很多人說 大連完之後 那屆同樣都是比較沉寂 但沉寂當中 Simon 的聲望 一直以來是超高評價 高到好 高到差不多 未選之前兩三年 已經知道他會是今屆的狀元 唯獨是 看看他可否是 7克中的希望 在76人這裡 我想回到8至10 不要說一組 我也可以 看看可否挑戰一下 少少貴後才 不要再搞那些 等得很辛苦 因為 雖然Iverson之後 只有少AI和Holiday 打過一下 但也不少76人的球迷 老實說 在香港來計算 不要令球迷失望太久 希望 沒有一句 Iverson今年入了美人堂 NBA大家都知道有規矩 要退逸5年之後 不知3年或5年之後 才可以入美人堂 Iverson的光環 還花了多久 我想76人一直到現在 都真的還花了76人 Iverson的光環 他對上年最醒那年 已經是01年的季後賽 15年前的球迷 可否等到你這一刻 仍然會像以前那樣等你呢 希望706人 真的想清楚自己對球應該要怎樣做 密切留意 記住期待這個來日來下中鋒 奧比特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那些動作 肩膝蓋在一個 上膽入進 可否在NBA的賽場出現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下一集上膽再和大家見